大家好,不過很不幸,很快大家都不太好 因為地球正在暖化,這個走不掉了 2016年我們全球平均氣溫已經高於工業革命之前1.3度 很快就1.5度,繼續浪費的話,很快就2度 2度很不行,世界的生態變了,糧食要減產,我們生活很難過 不過說回我們本地,最主要都是熱的問題 熱夜,我出生的時候,香港一年兩日 最近這兩年三十多天,預計世紀中會去到幾乎三個月 即是有三個月的時間,每晚都熱到你睡不著 在住得屈質的地方,那些人要面對甚麼呢? 熱、焗、濕,分分鐘就室內中暑,還有很多細管吐出來 所以我是很擔心在氣候變化的情況之下 1.5度,2度,那時候我們的貧苦大眾要受很多苦 如果我們想他們不要那麼苦的話,我們要做些事 例如最簡單,省電,省水,總之省能量 吃東西不要靜,有東西就吃光 否則那些去堆填,會變成減氣,有氣溫室效應 還有就是你買東西的時候,就不要亂買一些 又便宜不快扔的垃圾 你買得精一點,用得久一點 地球不會被我們害得那麼慘 將來不會那麼熱,我們要貧苦大眾,不用受那麼多苦 如果不是的話,將來大家都不太好